台灣疫情趕快過去 拜託 大家都很辛苦 加油 一開始是非常的不能夠接受的 對 這是一定的 但其實後來我的朋友有安慰我 他說 其實你就像是你一般去外面面試了 然後不被錄取 不被通知 然後人家也不會跟你說原因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機會生力提醒一下 你會發現 沒有人會為了疫情疫苗 或是為了什麼流量blah blah blah的 去做這麼危險的一件事 對 那這是很優質的 我也想要像大家一樣好好的在家裡 躺著舒服的 吹冷氣看電視 就是很安全的 不用不排氣 沒有 我也希望 但是 因為國家需要我們 所以我們想要站出來 那 這樣子去酸沒有破的 是不是有點太偏激了 因為 他們也是付出了他們的愛心 他們也是真的想要去幫忙 可是最後 大家卻也一直來去幫忙 那 這樣是不是以後 國家有難了之後 人民都不要站出來 就路視不管就好了 那這樣也不對啊 不是嗎 所以我個人啦 我覺得還是 我個人呢 初衷還是不變的 那就是 我想有心 我想要去幫忙 替我小小的力量 所以之後還是會看有一些 有沒有其他的機會 我覺得就是 你 當你自己 有親身去經歷過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不會說這些話了 但是我不怪你們 因為你們沒有親身經歷過 然後 我想跟你們說的是 就是 就是說 現在我覺得 現在的人啊 都太冷漠了 然後太 把別人想得太壞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 多一點愛吧 尤其是在這麼 疫情這麼嚴重的時刻 我們是最需要互相有愛的時刻 對對對 然後 我覺得我也不會放棄 就是 如果之後有什麼其他的 可以幫忙大家的機會 我就會去